中国,一个现代技术与古代文明相结合的国家,是千千万万岩团子孙的根,是无数科技与技术的发源地,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起源地,更是我日日夜夜向往的地方。 为了能去到中国,我开始学习中文,在汉字的一笔一画中感慨古人的智慧,发现了每一个汉字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心血。 为了能离那里更近,我也尝试着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,古增就是其中之一。 在情弦间悠悠的旋律中,不仅能感受到如高山流水般的温柔,也能感受到如英雄豪杰般的气感。 俗话说,亦分耕耘,亦分收获,我想去到中国的愿景,也终于在今年的四月份实现。 我很荣幸地参加了2024年中国寻根之旅,与建河南根青营。 在那里,我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。 假承年皇帝国礼拜祖大典,让我真真切切地寻到了有条子孙的根, 同时也感受到了名字五湖四海华人的佛谢心。 非物质文化遗产摊位,让我意识到了每一个手艺人想把一道记忆传承下去的匠心。 茶城之旅,让我学习到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,独有的那一份仪式感。 泡茶的每一步,都象征着中国古人对雅字的追求。 少林武功,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世间,流传着天下武功出少林这一句话。 观星台,让我了解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航空的追求, 更体会到了华人与星空间,蕴藏着的那一份浪漫。 洛阳牡丹花,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洛阳牡丹甲天下,什么叫做果花。 在几股穿圆穿上汉服的体验,也让我眼前一亮。 穿上汉服,我仿佛真的穿越到了古代。 河南博物院和黄河博物馆就更不用说了, 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象征。 不仅如此,我还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们, 我也借此机会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。 而这次的寻根之旅,以插手礼和万福礼仪基础的一段中国舞节述, 以皇帝算为背景音乐, 也算是为我们的寻根之旅拉上了完美的帷幕。 说了这么多,归根结底, 如果我没有学习中文,就不会有现在这一支视频,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。